四代成長的一個創作者 你有曾經遇過什麼樣的焦慮嗎 或是有過一段探索力的過程嗎 其實那個 我今天 我做筆記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現在主要是在幹嘛 我是一個唱歌 寫歌唱歌的人這樣 但是其實在我到成為今天這個 屬業為音樂表演者的現階段之前 其實我做過各式各樣的嘗試 那從小到大我對於創造的東西 現在我會知道這個東西叫創作 可是在小時候我不太確定那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必須要用一些方法來 把我接收到的這個世界的資訊 整理成某些東西 還給這個世界 我到後來才發現 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畫畫 然後喜歡寫東西 喜歡 到後來 我高中是舞蹈班 就我從七歲一路跳舞跳到十八歲這樣 那 呃 後來又 唸中文戲 因為我很想寫東西 我就繼續一直在這個路上 一直都沒有聽 那後來就 接觸了音樂 最後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中間我還去演戲 我還寫了劇本 我還寫了書 做各樣的事情這樣 對 那看起來好像我一直都是在一個 很明確的知道自己要往放座前進的道路上 可是其實我 因為我今天在看這個訪題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那個 迷惘是什麼呢 其實好像一路上 都滿迷惘的 可是又一路上 就也沒有想那麼多的一直在做 我好像一直在解決我的迷惘 一直到現在 我都在解決我的迷惘 那好像是一個 比較大的事情 就我不僅僅是迷惘說 啊我的工作 或是我的飯碗 或是我的存在價值 或者是什麼叫做成功 好像不只是這些東西 而是迷惘 每一天我要怎麼跟這個世界應對 每一天我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什麼 或者是可以為他人做什麼 那我要怎麼獲得這個能力 或者是當我沒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我該怎麼面對我沒有這個能力 等等 每天都在想這個事情 一直到現在都是 對 這是比較大方想去講它 那其實我知道你到今天想要我 跟他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故事 就是 就是怡龍 我們在跟怡龍聊的時候發現 怡龍非常多彩的東西 就除了會 跟你長板會跳舞 然後很會演戲 然後同時還 會有在其他百事打工作工作 對 對 就是我上次在聊到 在今天要聊什麼的時候 他問我打過什麼工這樣 我就說我以前在百事打工作 你們知道什麼是百事打 我覺得像早些人不知道 就是 那個 DVD出足點 最早是錄影帶 後來是DVD 對 那現在已經好像已經沒有了 對 現在沒有了 現在剩下養役 就是說你們有去看過的話 那 我在那邊工作了一年多吧 那那個狀況是因為 我那時候在搞叛逆 我住的地方離我的戲館 應該說我爸媽家離戲館是三分鐘的路程 然後我就覺得 我再也不想要待在家裡了 所以我就搬去一個離戲館 走路五分鐘的路程 然後自己去賺房租這樣 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在外面住 那當然就有欣喜一小波 我家庭的地獎 那我就是很堅持 所以我很認真的在賺那個房租的錢 我就拍很多班這樣 那我很喜歡在百事打的工作 因為可以看片 可以看 一個大概可以看五支 那如果你的同事又不看 然後 剛好你又是整間店 年紀最小的妹妹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很多的 額外的加成 所以我就是每一天都在看片 我那時候看超級大量的電影 我把各式各樣的經典 什麼王家衛的片 就從頭看到尾 然後看了兩三遍這樣 對 太 對 然後還有我那時候開始接觸美劇 我十八歲的時候 美劇開始在台灣 興起這樣 那時候看的是十幾醫生 然後那個時候 我有一個稱號 叫做百事打小公主 就是 因為我是 我是 年紀最小的 大家就很喜歡 逗我 小朋友這樣 那 那時候接觸各式各樣的人 發現了各式各樣很酷的文化 例如說 原來看布袋式的人這麼多 而且是每個月 每個禮拜三會出一集 他們就每個禮拜三都會固定會來住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三的時候就會排一堆 就是當週出的那個 最新一集的布袋戲在後面 然後那一天我們就要預備 會有很多很多人來 然後那些來住的人包括 看起來很不像會看布袋戲的各式各樣的族群 有高中生有大學生有上班族 看起來很冷漠的人 那當然也有很Local的人這樣 然後你會從中感覺到說 其實大家有某一些在外表看不出來的共通點 那是我認識世界的一個 算是蠻啟蒙的一段時間 就是我真的接觸了各式各樣人 而且那時候反正還有其中一個常客 他問我要不要去他的檳榔攤打工 因為他的檳榔攤 他說有冷氣然後時間是我那時候的一倍 我那時候的時間是一個小時八十五塊 對這是現在的一半這樣 然後他說是一倍之外 我可以在那邊做我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可以看電視 我不用穿很少 我只要把檳榔交給來賣的人 這樣就可以了 我就一整天坐在那邊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就可以賺一倍的錢這樣 我就很興奮回去跟我爸說 我可以去幫檳榔 對 那後來我沒有去 對 我爸那時候只是跟我說 沒有事情沒有你想要那麼簡單 啊我後來當然知道了嘛 就是我自己拍 後來我演冰棠戲師 我在演的時候 我真的跟那些冰棠戲師聊天之後 我就想說 哇還好那時候沒有去 那些應該 很多事情不是我可以應付的這樣 但那大概是一個 算是很徬徨的一段事情 因為我大二我就休學了 我就這樣弄弄弄弄弄弄 好像很拼很拼的念書 不知道幹嘛 大二就突然覺得 好像可以做一點事 然後我就休學了 我就是很多這種 突然之間的 決定我要嘗試 新的事物 並且我完全不知道 我做的這些選擇 會為未來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大概是這樣 那個時候去百事大打工 那因為很徬徨 那個時候想過要從事 什麼職業嗎 除了考去從事冰浪 去冰浪單工作有沒有 有沒有想過 有什麼其他職業的課 有那時候 因為我唸中文的戲 那時候想說 那不然我去考教程好了 當老師 對 那或者是 還是我接下來要唸研究所 那 我也不知道唸中文的戲 研究所在幹嘛 那時候不知道 我那時候就帶你 對 我後來認識了很多 唸中文的戲研究所的人 我剛才知道他們 他們做的事情 那 我那時候還有想要 其實我小時候的夢想 是當 很一般的上班族 因為我想要穿套裝 就是 那時候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 就是 美好的生活 就是可以穿套裝 吹冷氣 每天都是固定的時間上班 固定的時間上班 我覺得 你有時間過 沒有啊 沒有時間過 但是其實我 我長大之後 當然你會知道 各式各樣的行業 大家在幹嘛 有各自的 就是這個世界 是有各式各樣的螺絲 組成起來 所以它可以這樣運轉 然後你會去尊重各種 就是跟你做不同事情的人 你會去尊重大家的專業 可是在小的時候 我其實只是想要 追求一個 所謂的一樣 我想要當跟大家一樣的人 我想要 讓大家覺得 什麼東西是 最正常的 我就想要做那個 這樣 有點像是這樣吧 對 那 因為我們今天有主題到 不斷推翻的自我行事 那 後來想就是經過一段 不斷推翻的過程 才找到你的自我 那 後來怎樣走出這個 有點迷惑或是彷徨 不知道該做什麼 其實我就是 所以我剛剛前面 講的那個 就是 我覺得 一直到現在 我都還是 會有彷徨跟迷惘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會想 但是那個迷惘的大有小啦 譬如說我現在是表演者 這件事情是很確定的嘛 但我基本上喜歡我的工作 我也做不錯 可是即使是 身為一個表演者 別人有這麼多種類型 那不同的類型 大家可以 給出來的東西 或是可以獲得的東西 又不一樣 我有的時候也會想說 我是選錯路了 我是這樣做是對的嗎 或者是 好想退休 也是會有這種時候 就是 因為 因為 事情 永遠不會 完完全全在自己的掌控 對 所以我覺得我一直到 今天 即使是 哇好像很不錯 我要辦美容的演唱 或者比如說 票 基本上賣完了 可是 我還是蠻迷惘的 我覺得是這樣 只是 只是那個迷惘 不是負面的 那迷惘比較上是說 好那我就認清了 人類 我們永遠都會有面對 不確定的事情 我們永遠都會有 只有做了才會知道的事情 那也只能去做了 那每一次做完之後 我就去面對我每一個選擇 帶來的結果 那我再從中再修正 我再更了解自己一點點 再更 找到一點點能力 可以再下一次做得更好 為他人為自己 大概是這樣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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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